什么是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杨远 闲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 那就是提到了我们其实病毒性肝炎这一大章节呢 我们感染之后会分几个大类 第一个就是急性的 那么这一类呢一般都是愈后比较好的 那么对于乙肝和饼肝 它一样也会有一个急性感染的过程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乙肝和饼肝的病人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在于它可以慢性化 那么乙肝呢它主要是它的危害呢 主要就是说在这个儿童年龄越小的感染了乙肝之后 那么它会发展为慢性化 什么叫慢性化呢 就是我们这个慢性乙性肝炎呢 就是在我们体内这个表面抗原的这个检测 或者是乙肝病毒的核酸检测 HBVDNA的检测 持续半年以上 六个月以上都是阳性 那我们就诊断为慢性 那么急性呢就是说 我们可能有些病人 因为我们临床也会看到 有一些这个病人原来确实没有这个乙肝的感染的病史 那么这回呢可能是个急性的过程 那么再去调既往的体检的报告呢 乙肝的标注物 血腥标注也都是阴性的 那么这些病人我们就可以在临床上 如果他的疾病不是很严重 那么我们可以去观察 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呢 他可能随着时间的延长半年左右 那么这些表面抗原呢 他就会转患转阴 病毒呢也会转阴 那么这个呢 就认为它是一个急性的过程 如果是慢性呢 有一部分人我们怎么判断急慢性 就是观察半年 那么半年之上 表面抗原乙肝的病毒和这个DNA的这个检测 也就是核酸检测 还是一个阳性的 那我们就诊断为慢性乙性肝炎 它主要是一个时间的点 那么对于慢性的话呢 那么饼干呢也是这样子 那么饼干呢 在这个感染的人群中呢 它也可能有急性化的 急性的这个可能 所以我们也一样 是这个半年的时间为时间界点 然后去观察 那么也有更多的人 饼干呢也有很多的人 最终呢会进展到这个80%左右的 可能会进展到这个慢性化 那么对于乙肝呢 我们是对于成年人来说 其实90%以上是急性的过程 那么不到10%的人感染乙肝 成年人感染乙肝 它大多呢 可能是一个将来会进展到这个慢性 那么主要呢 这个慢性乙肝的人群呢 是感染的越早 它可能会进展到这个乙肝 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 婴幼儿儿童 年龄越小 三岁以下 五岁以下 我们就15岁以下 我们有几个节点 那么感染的年龄越小 它将来发生慢性乙肝肝的 这个可能性就会越大 我知道 我现在 Bob 本来就会感染的越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